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辽国的萧太后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啊,你到底说的是哪个萧太后?大辽国可有十几个萧太后,萧皇后呢 要算上姓萧的皇妃后妃就更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 确实没错,在大辽国呀,确实皇后基本上都是姓萧,除了第一任皇后树绿萍,就是耶律阿宝基的皇后 和中间有一个梁世宗的皇后姓贞是汉族以外,其他的皇后都是姓萧,而且最后这位树绿萍皇后呢也被改姓萧 而那位姓贞的汉族的皇后呢,最后连嗜好都没有,在历史上就没有痕迹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我们就不得不把话题扯的远一点 从汽滩族的起源开始说起,汽滩人自己的神话传说中啊,他们认为他们的民族是怎么起源的呢? 是说有一个神仙啊,在天宫待着很寂寞 有一天呢,他就骑着一匹白马,沿着希拉木河,一直顺着河流往下走 同时呢,也有一位仙女,也在天宫待得很寂寞 也不知道天宫这是什么地方,大家都不愿意在那待 还有很多人想去,大概这也是个围城吧 这个仙女呢,也待得很寂寞的,也顺着另外一条河流,可能是辽河 也顺着河流呢,一直往下游走走走 最后呢,在两条河的交汇处,这个仙女和这个神仙就会合了 两人呢,一见钟情,就结为了夫妻 然后呢,又生了八个儿子,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契丹八部 至于这个契丹八部和天龙八部,这八部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问金庸老先生 那当然了,如果你够胆的话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 但是呢,这个神话传说呢,契丹人是深信不疑的 而且呢,这个传说至少说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契丹族呢,是由两个大的部族合并而产生的 而合并以后呢,才诞生了契丹八部 这是其一 第二,我们也能看出呢 契丹族中男女是平等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两个都是神仙 一个是神仙,一个是仙女 所以地位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也就对契丹今后的社会结构等等产生了 影响 而骑白马的那位神仙呢 似乎就印证了以后的耶律姓氏 就是皇族 而另外一个骑青牛的仙女呢 是印证了当时与耶律部族相实力差不多的 另外一个大部族 叫神秘部族 这个神秘部族呢 其中又有什么仪史氏啊 把里氏啊等等 这些族呢 就成为了以后的后族 那么为什么这些后族会姓萧呢 这是因为啊 辽国的第一任皇帝耶律阿宝基 他特别推崇汉朝的刘邦的统治 他也特别羡慕的刘邦呢 有萧和这样的丞相辅佐 于是呢 他就自命汉姓为刘 而跟他结盟的另外一个部族 将来也是他所要取妻的来源 那个部族就命名为萧 这个萧就是这样来的 在历史上呢 关于契丹族起源的说法呢 有三十多种 其中比较主流呢 有两种 一种是说来自于柔然部 柔然部的男柔然 最后呢发展成了现在的齐丹族 还有一部说法呢 是来自于显卑的渔文部 大家知道显卑族呢 分成不同的部 有渔文部 有慕容部 大家看过天龙八部 知道里面有个慕容富 老想着富国 他富的国就是当时显卑慕容部 在五湖乱华时期建立的那个十六国之一 而显卑的渔文部呢 就是我在前几期视频中提到的 那个统治北州政权的那个渔文家族 契丹这个名字呢 是宾铁的意思 也是象征着这个民族的人坚韧不拔的那种性质 曾经一度啊 契丹这个名字是整个中原政权的代称 这是因为在公元13到15世纪统治欧洲的 不是那个蒙古帝国中的金帐韩国吗 当时金帐韩国呢 就把中国北方叫齐丹 后来呢 这个名称呢 又泛指整个中原地区 加上中国北方 成了整个中国的总称叫齐丹 而被金帐韩国统治的欧洲那些国家呢 在他们的最早的语言中 比如说像古英语 古西西班牙语等等中 也把中国就叫做齐丹 即使到了现在 很多斯拉夫语系的国家 像保加利亚呀 乌克兰呀 这些国家 他们的语言中 依然把中国叫齐丹 俄罗斯也是把中国叫齐丹 就在他们的语言中 这个音我发不出来 在英语中呢 有一个亚称叫Cassie 就是齐丹的意思 他就泛指中国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Cassie Pacific 就是国泰航空 这个名字要执意过来 应该叫齐丹航空公司 很有意思 最初的齐丹族呢 他只是一个部落的联盟 就几个主要的几个部落联盟在一起 每三年的选举出一个可汗 三年一换 就是这种最古老的那种统治阶层上层的那种所谓的民主制度 直到耶律阿宝基担任可汗以后呢 当时正好是南朝 就是中原政权嘛 正处在后唐阶段 所以呢 天下大乱 很多的汉族人呢 就逃避战乱 就逃到了齐丹的属地 这样的话 齐丹族呢 就吸收了更多汉族的文化 有一位汉族的文士呢 就给耶律阿宝基呢 出了个主意 说你现在不能老叫可汗可汗了 因为可汗呢 是要三年一变的 这时候 阿宝基呢 已经连任了三届可汗了 他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 其他的那些部落首领啊 一直是虎视眈眈的 就等着你什么下去呢 所以他是非常的不安稳 这个文士呢 就告诉他说 说你不要叫可汗 你干脆就称帝 称帝以后呢 就不会有什么三年一换了 你就是永远的皇帝了啊 你的皇位就传给你的子孙了 于是呢 耶律阿宝基呢 就接受了这个文士的建议 自己呢 就称帝成了辽国的第一任皇帝 史称辽太祖 辽太祖登基以后呢 那些其他的部落首领都心中不服啊 蠢蠢欲动 于是呢 在他的皇后 也就是书绿萍的建议下 书绿萍呢 也是一个值得一说的这么一个皇后 那非常有故事了 在书绿萍的建议之下 耶律阿宝基呢 就把所有的这些部落首领啊 都聚在一起 聚在一个叫延迟的地方 说大家好好谈谈吧 说咱们一定要达成一致啊 咱们那个要文斗 不要武斗 然后那些首领们也都比较实在嘛 就都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被耶律阿宝基呢 全给杀了 从此以后呢 耶律阿宝基的地位呢 就稳固了 但是有可能啊 耶律阿宝基也不是什么好学生 这位文士给他上的课呀 可能上了一半 他就翘课 在中原政权中 皇位是要传给嫡长子的 也就是说大老婆的大儿子 哎 这是规矩 然后嫡长子优先 其他的才会 没有嫡长子 才会有其他的什么儿子的机会 而这一点呢 很明显 耶律阿宝基的没有学会 耶律阿宝基呢 只是说这个皇位 就在我们耶律家族里的传承 不会有其他其大家族了 但是没有确定这个嫡长子继承制 这也被以后的辽朝的每个朝代 都会出现那些蠢蠢欲动 想要窥死王位的那些人 都是这些耶律家族的子孙 就是因为没有这确定 这个嫡长子继承制 所以可见啊 这嫡长子继承制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避免皇族内讧的这么一个手段 好的 契丹族的历史呢 简单就说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继续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萧太后 说说萧太后的故事呢 就要从辽国的第四任皇帝 耶律远开始说起 耶律远这个人呢 他脾气比较暴躁 也得罪了不少人 有一次呢 就在行军途中 在他去征讨南朝的途中 被族中的叫耶律查戈的人给杀死了 这就是在辽国历史上著名的查戈之乱 当时躲在床底下的以后的梁景宗 耶律贤目睹了耶律查戈 杀死他父亲 他的母亲以及他大哥的全过程 后来很快呢 查戈之乱就被耶律远的足地耶律景给扑灭了 扑灭以后 按说这个皇帝的位置应该是继续由耶律远的儿子 就是藏在床底下的那位耶律贤来继承 但是我们知道辽国呢 是有几百年的侍选的传统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部落首领们推举轮流之刃 这种这种方式 而世袭制呢 也不过才实习了第四代 所以呢 很多首领呢 就拥戴平定查戈之乱的耶律景继位 也就是后来的辽牧宗 耶律贤呢 那时候呢 只有四岁 所以呢 也是无力取征 就隐忍下去了 这个辽牧宗继位以后啊 这个皇帝也是一个奇葩 这是辽国历史上著名的睡王 他执政18年 时间是真的不短 大部分时间是在睡觉 呃 醒的时候呢 就是在杀人 他杀的都什么人呢 杀的不是敌人 杀的都是他身边的人 就给他啊 养马 养鹿啊 养猪啊 那些人 那些奴仆 或者那些养猪专业户们 因为他喜欢狩猎嘛 所以呢 有些猎肉可能是需要养的 然后再放出来 让他去瘦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他对这些人的比较苛刻 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爱护动物呢 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这些人经常被杀 于是呢 就身边的人呢 对他特别有怨言 终于有天啊 这个辽牧宗啊 和一位大臣喝酒 大醉以后啊 酣睡不已 这时候呢 他身边的这些人呢 就组织了一个序幕小分队 到他的大帐里去狩猎 把他当作猎物了 就把他给杀了 而当时陪着辽牧宗喝酒的这个大臣 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肖思温 这个人呢 也值得一说 肖思温呢 是辽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的女婿 他有三个女儿 虽然他没有儿子啊 但是他对这三个女儿的利用 可以说是到了极致 利用这词呢 可能不是特别好听 但是呢 还真是这么回事 大家知道 耶律阿宝基呢 有三个儿子 所以呢 这三个儿子 按照辽国的传统 都有合法的继承权 于是呢 肖思源呢 就把他的大女儿跟二女儿 分别安插在皇族的第二子和第三子 这两条血脉上 也就是说 在这两条血脉中 不管谁当了皇帝 他的女儿都会成为皇后 肖思温在知道皇帝被杀的消息以后 他就马上通知了远在几百里外的耶律贤 而耶律贤呢 也马不停蹄的马上赶到了皇上预测的地方 就在皇帝的陵前继位 史称辽景宗 当时呢 他是18岁 也就是说 他在隐忍了12年以后 终于成功的登顶 肖思温是不是同时也布局了对辽木宗的暗杀呢 这个历史上没有说法 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 所以大家看啊 肖思温这个人真的是挺可怕的 他平时呢 按史书记载呢 他平时是不言不语 而且呢 又特别胆小 又不像其他的气单男人那样粗豪 他是那种比较细致 又是那种比较喜欢自己比较注重自己的仪表 这么这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呢 大家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头 没想到呢 他在暗地里呢 却是在这样的布局 最后呢 自己呢 也荣登了高位 但是啊 他这样布局的结果 虽然说使皇后这个宝座落入了肖家 他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 但是呢 同时也把他这三个女儿的关系触到了 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因为他们这三个女儿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政治阵营 而在辽国呢 耶律皇族之间内部的斗争 又是你死我活的 所以说呢 肖斯温此举呢 也就筑成了他的三个女儿最终的悲剧 至少是对他的大女儿跟二女儿而言 那是造成他们最终悲剧的原因 这个呢 咱们以后再说 辽景宗继位以后呢 是历经突治 很有一番作为 但很可惜啊 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 可能是因为在他四岁的时候 目睹了他父母被杀的那场惨剧以后呢 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他的身体呢 一直就不是很好 到后面呢 身体就是越来越差 于是呢 军国大事呢 就全部交给了他的皇后 肖燕燕来主持 肖燕燕呢 处理军国事务呢 杀伐果断 辽景宗对他呢 也是非常的信服 通常都是肖燕燕决定以后呢 辽景宗呢 只是在并榻上向肖燕燕拱拱手 意思就是 拜托拜托了 你处理的很好 这些军国大事呢 就可以定下来 辽景宗呢 也特别的昭告群臣说 皇后是可以用镇和语 这些皇帝专用的字眼呢 这也表明了辽景宗对肖燕燕的信任 结合我前面说的关于契丹族的那个古老的传说 所以呢 所以我想契丹人呢 可能更加容易接受一个女人当政 就不会像汉族的人那样反应那么大 肖燕燕执政时机呢 确实颁布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 比如说青瑶伯父啊 开科取士啊 而且呢 他还废除了奴隶制 以前的那些战俘啊 或者从从中原地区 或者从中原地区掳掠的那些汉族人呀 都被那些将领们纳为自己的奴隶 而肖燕燕执政以后呢 就把这些人呢 全部归为国家所有啊 然后呢 又给他们平民身份 就没有这种奴隶制了 而且以前的契丹人跟汉人呢 在契丹国是不平等的 如果契丹人杀了一个汉人的话 可能赔点牲畜什么的就可以了 但是汉人杀契丹人肯定是要偿命的 肖燕丹执政以后呢 也把这个规定改变了 就是一律按照汉律来执行 都是平等的啊 七年人呢 也就没有了他们以前那种特权 这些政策呢 都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 呃 辽国呢 这时候也从辽木宗时期的那种没落的状态 慢慢的走向了中兴 在这段期间 辽国也跟北宋发生了两次战争 第一次呢 是当时北宋的宋太宗率领军队攻打北汉以后呢 顺势想来攻打辽国的幽州 幽州呢 就是现在的北京 也是当时辽国的南京 当时负责幽州守卫的那位将军 他的名字叫韩德让 也是因为韩德让啊 他的拼死的抵抗和非常有效的部署 使得北宋军队在幽州城下久攻不下 最后辽国的另外一名大将耶律耶真 赶到以后呢 对北宋形成了反包围 北宋这次败的非常惨 宋太宗赵光义是身中两剑 然后自己驾着驢车以不可想象的速度 一路飘移才侥幸逃生 后事他也被誉为大宋车身 而这两处剑伤啊 也是赵光义后来驾崩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这次战役 史称高粱河战役以后呢 宋辽的边境呢 是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本身啊 辽景宗和肖艳艳 他们两个人的执政的方针 就并不主张去南下攻颂 他们还是侧重于发展自己本国的经济 搞好民生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辽国虽然军力很强大 他也只是对当时中原的北汉 提供了一些帮助 因为北汉呢 是他与南朝 也就是北宋 这么之间的一个屏障 辽景帝虽然身体很差 肖艳艳的工作又很亡 但是呢 两个人在一起呢 也没有忘记了 经常在一起探讨一下生命的意义 而且呢 最终发现生命确实非常有意义 他们呢 有七个子女 辽景宗呢 后来身体好了点 他又开始热衷于打猎 这也是辽国所有皇帝的通病 最后呢 可能是太辛苦了 就在打猎途中 在没有在京城 在另外一个地方就突然病逝了 这一下肖艳艳被靠的大树就算是倒了 肖艳艳呢 就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当时呢 肖艳艳把韩德让和耶律耶真这两位他心腹的大臣叫到身边 就跟他们说了这句话说 我现在是母寡子弱 族壮雄墙 边境未静 奈何 意思就是我现在孤儿刮母啊 好多这些皇族的人旁边都虎视眈眈的皇帝的这个位置 边境呢 又没有安定 你们看我该怎么办吧 当时呢 韩德让和耶律耶真呢 这两位是听得热血沸腾啊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 什么一个女人梨花带雨的 向他诉说 向他寻求帮助 韩德让和耶律耶真这两位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所以这时候拍着胸脯就说 你就放心吧 这事你就交给我们 我们肯定会给你处理好的 你就放心吧 韩德让呢 亲自部署啊 他是派他手下的卫兵昼夜的守护皇上 昼夜的守护萧皇后和他的幼子 也就是后来的辽圣宗耶律龙婿 同时呢又给萧嫣嫣出主意 说你马上通知在京 就是在上京的那些王爷们 那些耶律皇族人士 告诉他们不允许私自聚会 而且让这些王爷把他们的妻子都送到这里来 陪伴处在丧夫之痛中的皇后 这就是个理由 实际上呢 就是把他们这他们的老婆做成了人质 就这样把这个局面就慢慢的稳定下来 然后萧皇后就带着幼子耶律龙婿 回到了上京继位 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辽圣宗 因为辽圣宗免幼 所以萧皇后这时候已经是太后了 就理所当然的执掌大权 当时给萧太后的尊号呢 是成天皇太后 而给皇帝辽圣宗的尊号呢 是辅天皇帝 从这一个尊号 大家就能看出来 这个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 像刘娥、垂帘听政、太皇太后 曹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那样子 不是那样 他是成天皇太后 他是为主 皇帝是为辅 所以跟中原王朝的垂帘听政 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萧太太执政以后呢 就重用了韩德让和耶律耶真 和耶律休哥 这些当初拥立他的那些主要的大臣 韩德让可以说是位列人臣之首 他当时出任的是南书密使兼北书密使 实际上等于执掌了辽国的君、正、民三项大权 辽圣宗时期是辽国历史上的最佳的时期 最鼎盛的时期 辽圣宗总共执政是49年 也是辽国历代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前22年基本上是由萧燕燕来主政 后27年是他独立执政 总共这49年 是辽国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这么一个王国 辽国的疆域 在这时候也是最广阔的 在萧太后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呢 南边北宋皇帝赵公义也想抓住这个难得的 祖少国仪的机会向辽国发动了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的雍西北伐 当时呢 赵光义是组织了三陆大军自己坐镇中路 东陆军是由曹斌指挥 西陆军是由当时的名帅潘仁美 副帅杨基叶来指挥 刚开始啊 战事进展的还比较顺利 攻城掠地的辽军步步后退 但实际上呢 辽军呢是想有敌深入 最后呢 首先是东陆军开始溃败 就是曹斌率领的东陆军开始溃败 这呢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曹斌 其实还是赵光义在背后下指挥 指挥那个曹斌手下那些将领们 贪攻冒进 结果导致了整个这一陆军队的溃败 而打的最好呢 应该算是西陆军 就是潘美和杨基叶指挥的新陆军 但是后来也不行了 等辽军打败了东陆军以后 集中力量对付西陆军的时候 杨基叶呢 那时候已经感觉到不好了 他主张退军 但是当时的监军王申还讥讽杨基叶 说你这个杨无敌怎么会贪生怕死呢 等等 杨基叶呢最后就是无奈 只好带兵强攻 但是呢 杨基叶也跟潘美说 说你要在后面的设一道伏兵 这样等我退回来以后呢 还能够截杀辽军 但是等到杨基叶和辽军死战以后 把辽军吸引过来以后呢 并没有见到任何的伏兵 这时候杨基叶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 他也跟手下的将士们说 说你们自己去逃生去吧 我呢就准备战死沙场 他手下的将士们呢 也是没有后退 一直跟他战斗到最后 最后杨基叶呢 是因为坠马被俘 然后他至死不祥 最后绝食三日而死 提到了杨基叶了 我就顺便说一下杨家将这本小说 和当时很流行的那部评书 很多人知道萧太后啊 都是从这个评书中知道的 说萧太后如何阴险狡诈 然后最后呢 也是宋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杨四郎念及曾经做过萧太后的驸马 还算是给萧太后收了诗埋葬 但是只是以太妃之礼埋葬 并没有给他太后的待遇 这是杨家将的记载 还有什么杨叶撞李陵碑自杀 但实际上呢 这都是后世的那些小说家的杜传 萧燕燕呢 其实对杨基叶还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的 杨基叶死了以后呢 他还为杨基叶建立了一所寺庙 专门祭祀他 也是表示对敌国这位忠勇将领的足够的尊重 而在北宋这边呢 杨基叶死了以后呢 还要受到了诬陷 最后呢 是杨基叶的夫人舌塞花 是那个折断的折 那个字念舌塞花 向宋太宗申辩 最后呢 杨基叶才算是恢复了名誉 杨基叶的儿子杨延昭 也长期的驻守边疆成为了一名大将 而杨基叶的孙子杨文广 也确实有一个姓慕的妻子 也就是评书中的慕桂英 但他实际上呢 她是显微慕容家族的一个女人 她是姓慕容的 但是不是像慕桂英那样能打 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到了宋真宗时期 这回轮到萧太后带兵南征了 他带领大军的一路攻城掠地 一直杀到了潭州城下 这时候的宋真宗呢 就想逃跑 他好多大臣都劝他南迁到四川 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如果宋真宗当初听了那些大臣 比如像王亲若这些大臣的话的话 那那时候就会出现南宋了 好在呢 还有宰相扣准 当时呢 宋真宗问扣准 说爱卿啊 你看怎么办啊 扣准呢 是不慌不忙 就对宋真宗说 说不用担心 您呢 只要御驾亲征就可以了 宋真宗一听这话就说 啊 那你们先聊 我先撤了 起头就要跑 扣准呢 就把他袖子拉住了 死说活说的 把他拉上了御驾亲征的这条路 到了潺州以后呢 两军对峙 这时候呢 宋军呢 非常幸运 辽军的先锋主帅叫萧塔林的 被宋军的一个叫张怀的人 用三床弩 是一种放在地上那种床弩 给击中了 这个弩呢 在当时可以说是 类似于现在的远程炸弹 射程特别远 它呢 是那个剑上面没有那种刀刃 没有那种锋刃 它是完全是靠重力往下砸 这位肖大将军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幸运 就被这么一只鲁啊 给砸中脑袋 当场毙命 这个肖将军呢 是肖太后的驸马 又是他的亲戚 而且又是辽军的主帅 而且这个人呢 就是当初抓住杨基叶的那个将军 他这一死 肖太后呢 心里就没底了 于是呢 就向宋朝释放出了求和的意思 宋朝呢 也觉得证和我义 于是呢 双方就签订了谭渊之盟 宋朝呢 是花钱买平安 而对于辽国来说呢 每年能得到这些岁贡 而且呢 他又在当时战局并不是非常有利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全身而退 对于肖太后来说 也是不能再满意了 而禅元之盟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呢 就是给予了宋辽两国120年的和平 宋朝从那以后也进入了高速的发展期 而辽国呢 也一样 禅元之盟以后 在肖太后的治下 辽国呢 是日趋的走向了强盛 这其中呢 总揽军政民大权的首席大臣韩德让 也是居功至伟 韩德让在这过程中呢 充分了表现出了他的治国的才能 和肖太后呢 配合的也是非常的好 后来又过了几年 肖太后呢 觉得身体呢 越来越不好了 于是呢 他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 辽圣宗耶利隆旭 而且为耶利隆旭呢 第一次举行了柴策礼 柴策礼呢 就是在契丹族的一种礼仪 就是朝是上天 我们有一个新军要登基了啊 跟中原民族的皇上登基大典 差不多那个意思 他们就是设一个用柴火搭一个祭坛 放上祭物 然后点着火 然后呢 让火苗烟 直达上天 上天呢 就会给他们一个回应 这个皇帝是不是上天所满意的 当然了 上天的回答永远是不回答 所以呢 他们就把沉默当作默许了 就是这么一个仪式 仪式过后 辽圣宗算是正式的登基 成了辽国的第一人 辽圣宗登基以后呢 继续奉行肖太后以前的政策呀 主张 所以呢 辽国呢 还是在一条快进的轨道上继续的向前发着 也是达到了辽国历史上的顶峰 而肖太后呢 这时候呢 就想去北京来居住 就是当时的幽州 她在幽州呢 也建立了建了一个新宫 准备搬过去住 算是彻底的离开政治中心 但很可惜 在路途中 因病就去世了 她死的时候呢 57岁 肖艳艳这一生可以用辉煌来形容 可以说她是一个人生赢家 但是呢 她也有她的遗憾 比如说 她的两个姐姐 就是她的遗憾 在以前呢 我说过 他们的父亲 让他们姐妹三个分手三条皇室的进阶通道 其实也就奠定了他们姐妹三人之后的悲剧 像肖太后的二姐 在历史上呢 没有名字流传下来 她的二姐呢 是嫁给了耶律阿宝基第三子的一个皇子 他是负责守住这条线的 这个皇子叫耶律喜隐 这个耶律喜隐啊 在辽景宗的时候啊 就发动叛乱 第一次发动叛乱被平息以后呢 肖太后呢 念及姐妹之情 只是对她稍微的惩治一下 就把她放了 然后没过多久啊 她又一次发动叛乱 这次呢 肖太后就把她囚禁起来了 也没杀她 对她的姐呢 也没有怎么着 到第三次 这位耶律喜隐 又一次在辽景宗最困难的时候 她又一次反叛 事不过三 这次呢 肖太后就没有放过她 就把这个耶律喜隐啊 给杀死了 但是对她的二姐呢 并没有怎么惩罚 但是这二姐呢 这时候已经完全站在了她的丈夫这一面 这一点也是无可厚非 她就对她的妹妹肖太后呢 非常的仇恨 然后在九席宴中呢 她就想要毒酒 毒死肖太后 结果被肖太后发现了 最后没办法 肖太后把她也给刺死了 再说她是大姐 她的大姐呢 是负责守住耶律阿宝基的第二子的这条线 她嫁给那个皇子呢 很早就去世了 然后她二姐呢 很早就守寡了 她二姐呢 还不错 在西北边疆 也算是统侠着一路兵马 也算是西北女王吧 日子过的其实也不错 后来呢 自己也是不甘寂寞 就喜欢上了一个奴隶 是一个马奴 而且还要跟这个马奴结婚 这一点呢 就等于是超越了肖太后的底线 她坚决不同意 还把这个马奴啊 给鞭打了一通也轰走了 然后她大姐就不依不饶的 后来没办法 肖太后呢 又把这个马奴啊 给叫回来了 继续陪着她大姐 结果这马奴呢 就是怂恿着她大姐去毛反 然后就起兵毛反 当然了毛反最后被镇压下去了 最后肖太后也只好把她大姐也处死了 虽然看起来肖太后处死她两个姐姐啊 看起来比较残忍 但是想想 其实这也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 如果她不处死她两个姐姐的话 恐怕她这两个姐姐早晚要把她弄死 而且要把辽国带入深渊 一说起肖太后啊 人们很快就会联想起她身上的那桩绯闻 这个绯闻男友呢 就是咱们提到过的那位韩德让 韩德让呢 他在辽国呢 已经三世为官了 他的祖父呢 是耶律阿宝基从中原路抓来的一个奴隶 后来发现呢 这个奴隶非常有见识 于是呢 就提拔 最后呢 就在朝铁里做了官 官呢 也越做越大 到了韩德让这一代呢 那是已经是他三代中的出类拔萃者了 韩德让不光是修文 而且修武 他是文武双全 在肖太后最初的执政期间 韩德让表现出了绝对的忠诚 在史书上啊 我说的史书是也史 也有一些正史 对他们两个人关系啊 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 有的呢 说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情人 证据呢 就是肖太后曾经对韩德让说 说的我小的时候呢 曾经许配给你 后来呢 虽然没有 咱们两个人没有成婚 但是呢 现在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你要像对待你的儿子一样 对待我的儿子 还有就是签订禅元之盟的时候 宋朝的使节 那位叫曹利用的大臣 第一次见到太后 觉得很惊奇 因为太后和韩德让 并肩的坐在一起 这个在曹利用眼里看来是 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太后是一国之尊嘛 怎么可跟一个大臣 一个男性大臣坐在一起 还有记载呢 说肖太后呢 有一次呢 让所有的大臣 包括他自己 去韩德让的大帐里去聚会 一起喝酒啊 一起做游戏 等等等等 大家是君主尽欢 有人就认为呢 这次典礼呢 实际上就是 韩德让和肖太后的订婚仪式 从此以后 两个人就是夫妻了 还有人记载呢 说肖太后和韩德让呢 同吃同卧 等于是就是跟两口子是一样 这方面的记载呢 也使记载的比较多 《旭资至通鉴长篇》里呢 也有记载 但是呢 它是记载了两方面的观点 一方面说 他们两个人是情人关系 一方面说 他们两个人不是情人关系 两方面的情况 它都给列举出来了 在影视作品中啊 和网上的许多文章啊 大家都倾向于 他们两个人是情人关系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影视作品呢 也有题材可以挖掘了 也符合大众审美了 然后网络上的文章呢 也是语不惊人 事不休嘛 这种标题 那肯定是很惊悚啊 肯定是很吸引人啊 而且还说肖太后呢 为了得到韩德让 还派人杀死了 韩德让的妻子 韩德让的妻子呢 确实呢 很早就过世了 韩德让呢 一直也没有续闲 所以呢 韩德让是没有后代的 关于这点呢 肖太后呢 还曾经把皇族的儿子 过继给韩德让 做他的儿子 当然了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呢 持的是相反的观点 他们认为呢 韩德让和肖太后的关系呢 不像他们传说的那样 这些传说呢 很多都是后世的 宋代的文人 为了往肖太后身上 泼污水 而故意编造的 因为历史上 很多当政的女人 都会在这方面 就是在绯闻这方面 被后世的文人呀 做很多文章 泼很多的污水 这个呢 也其实也不奇怪 比如说像 北魏时期的冯太后 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也对社会 有很大贡献的一太后 但是呢 也被传什么 跟李毅的丑闻等等等等 做法官人 也泼了不少污水 在北宋啊 也不光是北宋了 很多朝代 都有这样的文人 秉承的原则呢 就是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可以骂死你 所以呢 这些历史学者呢 就认为这是一个 符合惯例的栽赃方式 他们认为呢 韩德让与肖太后 从小就订婚 这事呢 就不识 第一 韩德让呢 比肖太后大12岁 也就是说 韩德让进入需要订婚年龄 比如十六七岁的时候 肖太后呢 只有三四岁 而肖太后进入订婚年龄 十四五岁 需要订婚年龄的时候呢 韩德让呢 已经快三十岁了 在古代 一个男子 在三十岁的时候 还没有订婚 还没有结婚 这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呢 说两人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个年龄上就站不住脚 而且大家都知道 萧氏是后族 他们的女儿 首先是要嫁给耶律氏 要嫁给皇族 而肖太后的父亲呢 又是那样的功于心计 又是那样的巧妙的布局 把三个女儿呢 都安排得这么妥当 他不大可能 让自己最宠爱的女儿 最漂亮的女儿 去嫁给外族 而舍弃了皇族 这不符合 他的整体的一个布局 况且 当时 韩氏 还是奴隶的身份 韩德让 一直到韩德让 当了大宰相以后 才被皇帝赦免了 他奴隶的身份 所以他奴隶身份 是伴随他很长时间的 所以说韩德让 怎么也不是 萧太后父亲 眼中最合格的女婿 再有一点呢 就是在萧太后 过世以后 辽圣宗 对韩德让的态度 萧太后在世的时候 是让辽圣宗 视韩德让为父 以父之旅代之 对他是非常恭敬 每次辽圣宗 去韩德让的大战里 去拜访 他要提前五十步 他就不要下马 步行 然后到了大战以后 韩德让 只是在战门口迎接 然后是辽圣宗 先给韩德让失礼 韩德让才行礼 就是说 对韩德让的礼遇 已经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 即使是到了 萧太后过世以后 辽圣宗对韩德让 依然是一如既往 大家想 如果说 韩德让和萧太后 曾经有过 那么一段地下情 那么一段 不太光彩的事情 作为辽圣宗来说 他在萧太后 活着的时候 设于萧太后的威仪 他不敢有所冒犯 那么萧太后死后 他大权赌掌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 对韩德让进行 报复啊 打击啊 他怎么还会 对韩德让 如此的礼遇呢 韩德让生病的时候呢 辽圣宗和他的皇后 日夜守候在韩德让的床边 为他煎熬汤药 伺候他服药等等 真是尽到了一个人子的本分 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也莫过如此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辽圣宗 他是藩邦人士嘛 他是契丹人 他不懂得中土的礼仪 所以他可能呢 不太在乎 他的母亲 跟韩德让的这些事情 但实际上呢 辽圣宗的时代 或者辽景宗的时代 契丹族已经大大的汉化了 他们都是一切都秉承着汉制 辽圣宗本人呢 就是一个对中原文化 非常非常的了解 他本人出过时级 他对儒家文化 经史子籍都是非常的有研究 所以啊 他实际上跟中原的文士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如果说他认为 他的母亲和韩德让这些事情 有违离法的话 他就不可能在 在萧太后死后 还对韩德让如此的礼遇 直到韩德让死 他在这方面都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懈怠 韩德让呢 对大辽王朝呢 也算是鞠躬精粹 他是在71岁的时候 在争高丽的途中 禀故的 那么事实到底怎么样 萧太后和韩德让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才最清楚 也许呢 还会有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说 以前呢 他们也没有什么订过婚 也没有什么青梅竹马 只是呢 韩德让对萧太后的风仪一向是仰慕 所以呢 成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 爱乌吉乌 他爱萧太后 他也同时爱大辽王朝 而萧太后对韩德让呢 对于他的忠心呢 也是非常的感激 所以萧太后把他所能给的荣誉 都给了韩德让 也算是对韩德让忠心和持情的一种回馈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呢 那就让各位来评说吧 好的 以上呢 就是关于萧艳艳的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